有人覺得香港不再神秘,不再神奇 但這裡其實還有無限奧秘 靜候我們探索 有些秘密每天都會刷新而過 有些秘密,秘密到你根本都不知道 它是秘密 出力搜查可能會徒勞無功 但亦可能會經歷最意想不到的劇情展開 香港秘密搜查官 香港土地面積大約有1100平方公里 當中75%是郊野地區 全港98%的動靜物都棲息在人民 有些物種比較常見 行山的時候,你可能會跟他們合路相逢 野豬,我見過野豬 有些甚至會走進市區 跟大家打成一片 牛,我見過,真的見過 但有一個野生物種 99.9%的香港人 是未曾親眼見過的 我是Asha,徐思喬 我是Marco,葉真王 我是Hannah,陳漢娜 今集我們會翻山越嶺 尋找香港極罕見物種的… 秘密 香港山野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生物 而當中最神秘的 莫過於綠科的赤矢 由於他叫聲像狗肺 所以又叫肺鹿 他行眾隱秘 很多時候只聞其聲,不見其影 到底香港郊野 是否真的有赤矢的存在 而他們的廬山真面目 到底又是怎樣的 我喜歡 拉後半個圖案 怎會想親身找到 親眼看見赤矢 必須有專業的動物知識 不過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身處在全港 最多料理野生動物經驗的地方 家道理農場 他的… 他的專業… 他的… 對不起… 是超過的節奏 不然我今天再撞太多了 沒有一隻眼 撞多一個,我剪到了 他亦是全港唯一一間 野生動物拯救設施 他的獸醫院 專門拯救受傷的野生動物 之後拜祭他們是原本的棲息地 當中亦可能包括傳說中的赤矢 好… 你好… 有甚麼問題可以幫助你 先問一問關於赤矢的東西 聽聞赤矢是會被人嚇死的 其實是真的嗎 其實赤矢是一個很容易受驚的動物 很大量的壓力 其實會令牠們分泌很多腎上腺素 會令牠們的身體產生 一個不可逆轉的化學反應 而引致一些肌肉出現問題 這個病其實是捕捉性肌病 捕捉蟻歪 牠們這麼害怕青的時候 在甚麼地區會找到牠們 因為牠們本身是夜行性 所以你們很難會看到牠 如果你們不是故意去找牠 所以其實看完份吧 沒事… 就這樣了 由於赤矢容易受驚的特性 主動去接近,可能會造成傷害 就像現在建設導演傷害觀眾一樣 所以一定要用特別的方法 進行這次搜查 而特別的方法就需要特別的人 你只需要看著我 只需要跟著我 對,當然 我是Chris 香港的拍攝 我最主要的愛是 是野生的拍攝 你會在森林裡做甚麼 我會在森林裡做甚麼 我通常去到牠們 我會設定牠們的照片 我會在森林裡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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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森林裡做甚麼 我最主要是30年生在香港 我從來沒有聽到牠們 我從來沒有看到牠們 我從來沒有看到牠們 我從來沒有看到牠們有那麼多 所以當我發現牠們可以捕捉牠們 然後做過牠們 我發現香港的牠們很重要 可以分享牠們的牠們 你好,Chris 你好,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我的媽媽是英文 牠已經留著牠們了 媽媽的牠們 你好,我的名字是Chris 我會帶你來的鏡頭鏡頭 第一件是最便宜的 我建議你只要開始 想要練習 如果你失去或是開鎖 就不太好 這件是一個步驟 比較貴 接下來的步驟 是4K模式 這件是螢幕 所以你能看到所有拍攝 你能夠拍攝 你能夠拍攝和拍攝 更好看 所有的鏡頭 都有幾個特色 這些部分 是螢幕 所以當你把鏡頭放出 牠們不會一直在動 只會開始拍攝 當它在前面的鏡頭 這會告訴你 然後這會開始 鏡頭在動作 所以你能看到 鏡頭來的鏡頭 馬可,你有問過嗎 怎麼回答 所以從這裡知道鏡頭的情況如何 我們會去外出 在不同的地方設置 讓它們很清楚,很棒 各位觀眾,已經在Chris的帶領之下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為了保護這麼細膽的小動物 我們絕對不會公開我們現在在哪裡 可能有些很聰明的觀眾 會認得我們身處的位置 但也請你好好保守秘密 不要在網上大事宣揚 要好好內戶香港的大自然 那隻花 大女生營營 一次過找到鬥尺忌 我們不知道會面對一條甚麼路線 我覺得主持很有機會頂不住 再辛苦也辛苦不過排大黃蜂 游過急落,然後再排上衣服 暫時也覺得 還未有難度我們三位 輕鬆 小心,我已經拍到 對 兩位,未必有三位,兩位 這個很斜 小心… 身體又掉進去 小心… 不,我特意的… 你特意的嗎 對 回憶全都回來了 好像看到曾經的你們似乎 對 但這個真的有線 不是開玩笑的,長燦古緣 彈山最重要是看著,小心 對,你會感覺到這裡 到了 你身處了 腦袋在哪裡 我們身處到 在這個節目的結束 我們一起去吃飯 對 你第一次開玩笑 第一次見過 沒看過也不會知道,很誇張 如果還有下次,你會來嗎 來,先想想 你可以選擇嗎 我會請命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動物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草叢 有一條爐,應該是野豬和豬的物體 開了一條爐 野豬是一個爐 鹿和其他物體都會經過 而有鹿的出沒機會都是有的 所以我們放了攝影機 你曾經失去或被拆掉嗎 對,我曾經失去或被拆掉 有幾個攝影機,甚至無理會 有人只會被拆掉 香港是有狗狗人嗎 有狗狗人 有狗狗人,有時會使用走路鏡頭 所以可能會被拆掉 對,那是很多人會被拆掉 因為他們不知道 剛才聽不明白 他說因為香港有狗狗人 所以可能有遠足的人士 或外匯動物的人士 看到就不知道 你根本是用來研究動物 還是用來想暴獵動物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損壞 好,我覺得很好 好 很好… 很好 加油,一定要找到 拆機,我等你 加油 你們可以嗎? 我們想要到那裡 設置一些攝影機 好的 Chris說我們將會去那邊設置攝影機 用你的手袋 好,你可以的 可以幫我拿著嗎 可以 加油 加油 開始了 他們呢 我在後面電 電後,守後門 這個集合要解僱了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剛才Chris說 要去另一邊山頭的位置 有很多人在這裡 跟劉哥 氣味會否影響 那些女生不敢過來 對 你們問吧,你們的英文那麼明顯 試試問吧,試試 嘗嘗 有很多 如何清潔 如何清潔時間 時間清潔時間 可能在三天後 氣味會離開 我們在這裡至少兩星期 那就沒問題了 我的英文是Golden 跟他,好嗎 很好 很好 他說這裡有很多證據 有豬行的 所以這些這麼碎濕濕的泥 就是豬的… 曾經掃過的泥 好 那是一腳,那是兩腳 所以這裡是另一腳 就是這樣 我也有走過很崎嶇的山 但這麼多雜草就沒事了 我覺得自己開始很像特務 又要上山下海 有否真的搜查香港的 另一面給觀眾看的感覺 也有 因為這一面我都沒見過 所以我覺得好像跟大家一起發掘 好,所以我會給你… 我會給你雜貌 雜貌,麻煩你 好,我會做的 你可以做的… 掌管,覺得Marco能夠做到嗎 可以做的,掌管好 我會處理得到 是正能了 有雜貌真好 完成 完成 我們現在前往第三部攝影機放置的位置 實不相瞞,大家真的開始累了 Marco 你好 你好 你累了嗎 我用了2%的能量 小心點,不要暈倒 知道 我們不會和你走,是否開玩笑 但你看到節目第一集你說甚麼 我絕對有能力保護兩位女隊員 剪到這個男人的美力 英雄舊美 你男人有點口齒 好 他第一集還靜悄悄說了些話 阿sha 他說了甚麼 靜悄悄 你也知道靜悄悄吧 靜悄悄還跟別人說嗎 好,不說吧 我和Marco是否朋友 我想我們大家都熟悉了 拍了這麼多集 都增進了不少感情 所以我們三人都挺好 雖然好像很隨便的組合 但有多合 對 其實我跟他們在山上 然後在山上 這總是一個挑戰 帶別人到山上 他們都做得好 你覺得他們會享受嗎 我希望,我希望他們會享受 事情的樂趣就是 可以和一群人一起上山 找赤紀 很棒 很棒 下一節,搜查官通宵搜查 要親眼目擊這隻傳說生物 赤紀的氣味尖邊強烈 這裡一定是… 一定是鵝 一定是鵝 已經有第一個線索了 對 除了上一節設置最好的 足跡攝影機之外 搜查任務的另一部分 就是要親眼目睹赤紀 這隻傳說生物 因為牠的夜行特性 黎明至清晨 是牠們四出覓食的時候 只要搜查官身處有利為止 這個就是看到牠們的黃金機會 我們開始要洗澡一點 小心點,小心點 這裡很潮濕 因為現在的時間是… 正點半 跟上次相差很遠 看不到 小心,碎石 一步步步慢慢來 走到上次大概十分都沒有的路程 有些氣喘,巨大的挑戰 這裡有很多障礙的一個山 右邊是…沒有路之餘 是斜坡,直下 不小心滾下去… 別想了 Achel 是 不用怕,向前走 有甚麼事,把我們保護你 好 好 你覺得我們今天會否看到那些情景 我希望看到 但我有問過一個很喜歡行山的朋友 也有走過夜山 他說他這麼多年也是經歷一次 我們有這麼幸運嗎 我們是深知成功率很低 我們也會上來的 你想想,如果我們拍攝到 那個價值是… 回報是非常大 雖然我們設定了附近鏡頭 但我們親眼、肉眼看見拍到 又是另一回事 我有一點預感 今天是會成功的 我也覺得是 先握手吧 為甚麼會這麼覺得 因為今天我們有一個團隊 最後的地方有點難 因為這個地方在暗中很難 你還可以試試嗎 這裡開始會很難走 其實他太看見我們的團隊 好… 好,來 難道你在這裡說不行 當然 我們現在走在一段 黑暗的45度斜坡上 慢慢… 說一下現在的路 現在的路?你說甚麼路 都沒有路 我相信我們那天來放相機 那天沒有走過這條路 對,這條是新路的 好 小心,謝謝 沒事… 踩錯了一條路 好,謝謝 謝謝 你得到 謝謝 突然間急轉落斜坡 很好 謝謝 我去拿著 這條路 跳到哪裡 小心… 平手 幫我幫忙… 成功到達 謝謝 太好了 有試過這樣嗎 沒有 沒有試過這麼多重浪 謝謝你給我這個體驗 分不出你真心的開玩笑 很開心 兩者 人生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覺得非常划算 就是我們用一晚的通頂 有可能駁到一個 衝擊電視史的畫面 非常值得 現在是5時49分 距離天光還有半小時 至九個字 所以我們需要耐性 兩小時就不吭聲 開始了… 好… 這個地方很好 因為有很多開放地 他們需要距離 從一個粗糙到另一個粗糙 好 希望我們會看到他們 當他們距離 通常會讓你看到他們 我們應該要下距離 還是留在這裡 我們應該要留在這堂坡 然後再留在這裡 我明白… 沒有口令,不要打擾 大家要顧著 因為這是一個轉上即逝的機會 Chris說他會出現 5至10秒左右 我能看到他 現在是5時50分 天越來越光 如果我們聽到什麼 到8時 我們應該要留在9時 OK 如果沒有8時 就沒問題 OK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地方 希望我們會看到他們 距離 從一端 到另一端 在另一端 我聽到 有聲音 如果我們聽到 有聲音 有更多機會 我們會看到他們 但因為我沒有聽到 任何東西 今天不看得太好 現在是7時半,今天好像機會渺茫 天都光亮了,很多分速聲 但沒有赤基的聲音 為甚麼赤基的聲音 真實問 我覺得是全香港人應該知道的事 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很想找他,很想拍下他 很想放在電視機 我不算了,不算釣魚 但你仍然在做類似的事 對,而且現在這件事 香港有趣的地方是 可能是一隻在外面很低級的蜜種 可能你到外國都會看到 但在香港就是最高級的 沒有全屬級的生物 雖然看不到,不過… 但你覺得是甚麼 調查精神長寸 我覺得這集精彩程度是100分 而看鹿,暫時還沒看到 始終走過這麼久,探索了這麼久 看不到又有一點可惜 其實我一直走山 我腦袋也問了很多次 為甚麼Chris的堅持藝力 是否真的這麼想看到鹿 我們身為搜查官 我也覺得我們未必能達到他的層次 他每天、每個星期 一整年去找、去撞 是佩服的,很累的 我們來一次已經覺得很累 其實他不會覺得這件事很累 他很享受這件事 這個世界很需要有這些不同的人存在 很多時候調查 就算花了很多時間、花了很多心思 我覺得其實也未必有結果 像今天一樣 但在探索的過程 我覺得挺有趣味、挺有新鮮感 因為平時的東西不會碰到 真的不知道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會發生甚麼 但這五集的訓練給我們 是挺好的熱身 所以期待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最想是觀眾和我自己 都可以在接下來的10集有驚喜 還有一些原來香港有這些秘密的感覺 香港秘密搜查官,本集 很動… 很動… 非常好… 跳舞,Marco 站住… 在拍攝中… 這個…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上山 收集攝影機 看看我們拍攝到甚麼 出發 這裡是否在那裡 是甚麼… 跑走了的… 應該是野豬 像野豬,但也看得不清楚 你看看 很難捉捕 有狗… 有三隻狗 這隻狗很厲害… 有電柱喜歡有一點不同的東西 我們還有兩部機 無論如何都會拍攝到 很肯定 是那部機的嗎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是路走,不是山路 我以為那些粒也不會想走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部 路面鏡頭的位置 Chris最有信心就是這部 因為他曾經捕捉過 也是這個位置 很酷… 我們看看… 我會否走…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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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看得到很明顯 對 很酷… 很酷… 很滿足 這麼多次上這張山 這麼多安慰 距離鏡頭的片段再次證實了 香港真的有野生屋子 不過花了這麼多功夫 都不能親眼看到他們 有點可惜 但對於赤基來說 看不到我們這群這麼無媚的人類 或者一點損失都沒有 大自然中,很多東西都像赤基一樣 人類看不到、接觸不到 也不代表他們不存在 不代表不值得我們關心和尊重 下星期我們繼續搜查香港的… Stay until it's time…